换3 计题存货结架准备的方法 我们有三种 单项计题法最常见 比如说我按单个存货项目计题存货结架准备 A材料单独计题 B产品单独计题 也可以采用分类计题法 适用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 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题存货结架准备 还有总体计题法 比如说预在同一个地区生产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类似最终目的和用途 且难以跟其他项目分开的 可以合并计题 能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我们考试时都考单项计题 第二个计题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形 我前面说什么 只有你认为贬值了 才需要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哪些情况认为是贬值了 反正就是出现了不好的情形 我们看一下 这些情形是需要计题存货结架准备的 比如说存货存在下令情况之一的 通常表明存货的可编线净值低于成本 比如说第一个 该存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不好吧 一定要注意后半句 有一年考试没给出后半句 那个选项不选 不对 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 无回升的希望 一棒的打死 这才需要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第二 且使用该项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成本 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 这不就是产品贬值了吗 第三 且因产品更新换代 原有库存原材料 以不适应新产品的需要 而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 有低于账面价值 这是不好的情况吧 第四 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 或消费者偏好改变 而使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 导致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第五 其他足以证明该项存货 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这些都是不好的情形 需要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而还有一类情况是 需要全额计题 大大的写两个字 废品 面对我曾经的存货 我估计一分钱都收不回来 此时可变现净值是零 我要全额计题存货接价准备 比如说以煤烂变质的存货 一分钱都卖不出来 我可变现净值是零 全额计题 以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 蛋糕长毛了你还买吗 不买 生产中以不再需要 并且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是废品吧 其他足以证明 以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是废品吧 对 这些废品不但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而且是全额计题 4 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 啥意思 我前边一直在说一句话 不考虑其他因素 或者原来从来没有计题过存货跌价准备 但是真正的情况 你每次账户处理时 前边从来没有计题过存货跌价准备 不对 所以基本原则是我们在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要比较存货的成本跟可变现净值 计算出应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 啥意思 这个应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 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个字 应有 我应该有这么多 这是我该记账的数吗 不是 我再去跟我已经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去比 如果应该有的数大 那我是不是应该补一个数呀 对 这叫补题 借资产减值损是贷存货 计价准备 是你补题的那个数 往下数 如果应该有的数小 那就说明你前期提的多 而应该有的数少 那是不是应该是充减一部分 没错 这种充减在我们会计上有个专业术语 叫转回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充减 这件事 一定是以前因为某一个影响因素 导致你记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现在还是这个影响因素 情况好转了 导致你需要充减一部分存货跌价准备 那我就在原以记题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 给它反向充减 所谓的充减不就是记题的反向吗 那就是借存货跌价准备 代资产减值损失 这种充减 在我们会计上有个专业术语叫转回 发现一件事吗 您的应有余额是您该记账的数吗 不对 只有我该补 该冲的数 才是我该记账的数 这是基本原则 在这我提示一句话 我们是不是随意就可以冲减 随意就可以转回记题的存货跌价准备 一定要注意 是因为这个因素导致存货跌价准备的记题 还是因为这个因素消失 我们才可以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如果是因为事项A导致你记题了存货跌价准备 而事项B导致情况好转 这种不同因素造成的好转 是不能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能明白就可以了 那么将来转回的金额 是不是要将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最小 只能充减至什么 零 啥意思 就是您提了多少存货跌价准备 我给您全额转回就可以了 有人说老师你把我说糊涂了 不糊涂 我们拿提炼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看这道例题 2057年12月31日 假公司W7型机器的账面成本 他非常讲究他既然要说成本 说明他从来没有计题过存货跌价准备 或者他说账面价值括号成本 也说明他从来没有计题过存货跌价准备 你能告诉我存货跌价准备是什么类科目吗 资产类往下说 它是存货的备笔项目 是资产类的判读 他增加基带方 他告诉你账面成本为500万 我给你写上成本等于500万 但由于W7型机器的市场价格下跌 预计可变线准值是400万 都不用你算 直接给你400万 咋着 成本是500 而我能收回的钱是400 这不是贬值了吗 我要计题多少 100的存货跌价准备 你每一年PK完的这个成本 跟可变线准值的差额 我只能把它叫做应有 它并非是你该记账的数 您真正该记账的数 是您该补该冲的这个金额 只不过 在你从来没有计题 从获接价准备的情况下 你该补的数 是不是跟你的应有余额是相等的 对 只有这种情况 你会看到 我做分路时 借资产减值损失 后边的明写不用写100 待存货跌价准备100 只有第一次 记题存货跌价准备的时候 金额跟应有余额相等 只要以后期间 你存货跌价准备 有7处余额 它永远不可能相等 不信我们往下看 现在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是多少 100 我给您把这个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 它到下一年 是不是这100自动变成了7处余额 对 20某8年6月30 刚才是20某7年 过了半年 W7型机器的账面成本仍为500 那有人说要不是500呢 你管的是多少呢 你就是拿成本和可编 先净值去PK 听懂了吗 但由于W7型机器市场价格有所上升 是因为市场价格下跌 导致我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还是因为这个因素 使得W7型机器的预计可变现净值 变成475万 往下说 成本是500 如果卖了 我只能收到475 咋着 贬值了 我要记题存货跌价准备 提多少 提25 这25是您老人家该记账的数吗 绝不是 这25叫应有余额 我必须考虑 我记住有多少存货跌价准备 现在白纸黑字在这写着 我期初的存货跌价准备是100 而我应有余额25 不就说明我原来记忆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提的怎么了 多了 我要充简 你刚才说啥 充简 只要你充简 在我们会计上就个专业术语 叫存货跌价准备的专回 充简多少 充简75 因为我保证应有余额是25 问号画在哪方了 画在借方 或者说只要在相反的方向画问号 从货跌价准备就叫转回 该补 该充的数是你该记账的数 您真正要记账的数是这75 借从货跌价准备75 带资产减值损失75 有没有发现这笔分路 跟你记忆题的分路方向正好相反 对 记忆题的反向 我们把它叫做转回 往下问 到这儿为止 你的存货跌价准备还有多少 不要跟我说75 就剩25了 把这儿再画出来 存货跌价准备的 2058年6月30日的余额是25 我是不是可以给他理解为 2058年12月31日 相对于他而言 6月35可以近似的看详 七处一额 对 只有25 他说W7型机器的账面成本 仍为多少 500万 而由于W7型机器的市场价格 进一步上升 预计W7型机器可变现净值 是555万元 慢点 我成本是500 我如果卖了 能收到555万 贬值了吗 没有 有人说赚了 我不一直在跟你相调 只要没贬值 我就不应该集体存货跌价准备 或者说我的存货跌价准备 就应该是0 可是现在不对 我这有25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咋着 反向 给他充减25 该充的数不是我该做账的数吗 借存货跌价准备25 待资产减值损失 25 至此 我的存货跌价准备的应有余额变成了多少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已经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最小只能充减至0了一下 我顶多不计题 存货跌价准备不可能出现负贷 所以看完这块内容 对我们前边这句话 转回的金额 以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充减至0为限 当你的成本等于可变现净值的时候 当你的成本小于可变现净值的时候 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贬值 我的存货跌价准备余额都应该是0 所以才充减至0 好 到这为止 2058年12月31日的存货跌价准备是0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能往下再说一句 可以啊 比如说 到了2059年6月30日 我告诉你 W七星机器的成本还是500 怎么那么不巧 可变现净值变成了490 你说啥 成本是500 可变现净值490 能收到的钱少 是不是贬值了 我应该记提10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可是2058年12月31日 你的存货跌价准备已经变成0了 没关系 我永远记住 我每个资产负债表日PK完的结果是应有余额 只有该补该充的数 还是我该记账的数 那我再给他带存货跌价准备 10万 借资产减值 10万 没了 就整个意思 那到2009年的12月31日 期出余额是10万 你PK完的结果是应有余额 该补该冲的数 才是你该记账的数 年年都这么做 不用再往下说了吧 这是我们所谓的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和补提 存货跌价准备的接转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见过了 在哪见过 第二节的标题二 成本接转的账户处理 当你把库存商品或原材料给卖了的时候 你就应该把它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给它反向减少 库存商品原材料是资产类科目 增加即借方 减少即贷方 而存货跌价准备恰恰是资产类的叛徒 增加即贷方 减少即贷方 比如说库存商品是一百 而我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是二十 最终我记住主营业务成本 那是卖库存商品 其他业务成本那是卖原材料 我记住它的金额是八十 往下说 成本一百扣掉存货跌价准备二十 我是把谁记住了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账灭价值 别错了 所以这的理论是如果已经卖出去的存货 记忆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除了把成本给它反向接转 还要把已经记忆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给它反向接转 充减当期的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 就说咋就会充减了 道理很简单 如果没有这个存货跌价准备 是不是我记住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的金额应该是一百 比如说以库存商品为例 是不是我带库存商品一百 在没有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下 我记住主营业务成本的金额就是一百 对不对 对 可是你现在有存货跌价准备 你库存商品没了 存货跌价准备反向 这叫接转 记忆提的反向就转回 因为存货没了 存货跌价准备反向 这叫接转 您真正记住主营业务成本的金额是八十 是不是相当于这儿充减了二十的 主营业务成本呀 你看借方一百 代方二十不就变成借方的八十吗 所以他说充减当期的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没毛 还可以怎么说 我是以存货的账面价值来接转主营业务成本 或其他业务成本 不要小瞧这块内容 后边讲合并报表时 我要用的这个原理 第二 企业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也应按比例接转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啥意思 比如说我这批库存商品要成本一共是三百万 我一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六十 但我这一次只卖了一百万的库存商品 代库存商品一百 你敢不敢说把六十的存货跌价准备全都一次性反应上接转 不敢 我要截转的存货跌价准备 三百万的库存商品 你卖了一百 不就等于卖了三分之一吗 那我的存货跌价准备也应该截转三分之一 这儿这二十是这样算出来的 按比例截转 别错了 到这儿为止 第三节的内容 我就全都给大家讲完了 第四节是存货的清查盘点 那么所谓的存货的清查盘点 先看第一个标题存货清查的含义 啥意思 比如说在我取得存货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在我的账簿中记录存货的数量 单价金额没问题吧 这叫账面数 而实际上我为了担心 我仓库里边的存货的数量 跟我账面的数量记载一致 我要采取一种办法 就是我对存货进行实力盘点 啥意思 你账面记载你有一百件存货 如果打开仓库一看 全都被偷了 一件都没有了 这不是实有的数少吗 对 实有的数少 换个词 那不就是张面有的数多吗 这种情况 实有的数少 我们叫盘亏 而另外一种情况 我张面没有记载这个数 或我记载的少 比如说只有十件 我打开仓库一看 哎呀 三百件 这不是实有的数多吗 实有的数多呢 不就张面的数少 我们把它叫做盘云 所以实有的数少叫盘亏 实有的数多叫盘云 这两种情况都非我所愿 我真正最完美的一种情况是什么 我张面记载着一百件材料 打开仓库 实际也有一百件材料 这叫仗实相符 这是最完美的一种情况 我还用不用进行账户处理 但是我怕 万一出现盘云盘亏这种情况 我肯定要进行账户处理 这就是第四节存货的清查盘点 要完成的内容 我们要确定存货的实有数量 跟账面的阶存数去对比 实有的数多叫盘云 实有的数少叫盘亏 实有的数跟账面数相等 这是最完美的一种情况 所谓的清查就是要证实 仗实是否相符 那第二个 如果仗实相符 还得罢了 最完美的情况 我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我怕 如果仗实不符 就有可能实有的数多盘云 就有可能实有的数少盘亏 那好 我们分别说 不论盘云还是盘亏 我们都会用到一个过渡性的会计科目 代处理财产损益 顾名思义 代处理就是党代处理的意思 啥意思 您去仓库盘点实有数的时候 是单位的总经理总台跟着你去盘点 不是 他会派人去盘点 那这一时候 你就应该分成两步 第一盘点完了之后 你就知道是实有的数多 还有实有的数少 做到心中有数了 当你有了结果的时候 我们会计上就要做账务处理 此时领导批准了吗 没有 我们把这种知道盘点结果的情况 称之为批准钱 我要做的是什么 比如说以盘云为一 我打开仓库一看 我账上记载着100件原材料 而实际打开仓库 发现有300件原材料 实有的数多是盘云 那我就要把多的那200件的原材料 给他记在账上 我最终的目的是账师相符 存货多了 那就是借原材料 库存商品 比如说这200件价值100万 那我就借原材料 库存商品100万 但是对不起 我还没有报经领导批准 我只是知道了 多了和少了这么种结果 在领导没批准之前 我们就用一个过度性的科目 带处理财产损益 给他写的另一方 为啥呀 你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是有借必要贷 借贷必相等 你现在借方有会计科目了 你贷方还没有会计科目 我当然 暂时性的用一个带处理财产损益 这个科目来表示 所以我经常说 带处理财产损益是一个候补队员 在领导没批准之前 先用他补位置 终究是不是领导最终会批准你 你跟领导汇报之后 领导一写签字 行了 您去进行账务处理吧 你就自然知道 你该计哪个科目了 这时候候补队员的立实使命就完成了 那大家想一下 候补队员没有人上场的时候 他去上场警惕位置 有人上场 他是不是灰溜溜的离开呀 他跟上场的方向是相反的 这时候的带处理财产损益 一定是反向的 借贷处理财产损一百 那么带方写什么 盘营的存货 带方写管理费用一百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 盘营不是好事吗 为什么还增加管理费用 你糊涂了 管理费用是什么类 损益类 损益类当中的什么类 费用类 费用类增加即解放 而现在在贷方表示减少 这叫充减管理费用 当我充减管理费用 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利润会怎么着 增加呀 所以盘营是好事 你要强行记住 它是充减管理费用 好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 盘营 那接下来咱们说 第二种情况 盘亏货回损 盘亏货回损 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 实有数怎么了 少了 你盘营是多了 是增加存货 盘亏货回损少了 那你是减少存货 对不对 对 什么都不考虑 我将来就会带原材料 带库存商品 我将来就会带原材料 带库存商品 我这回哪一方还空着呢 借方 后补队员就会借贷处理财产损益 你看 我为啥说他是后补队员 哪有空缺 他去哪补 当时带方有空缺 他补在带方 现在借方有空缺 他补在借方 蒙都蒙得出来 最后在批准之后 他依然要做到反向截转 跟他上场的方向不正好相反吗 所以是带带处理财产损 只不过 盘营的存货 英雄不问出处 我都充简管理飞 不用区分其他情况 有人说为啥呀 你糊涂了 天上会白掉馅饼吗 不会 那肯定是您记账有问题 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我清一色的充简管理飞 但盘亏或毁损 是你持有的数怎么了 少了 那可不一定 都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我经常把它叫做是什么 人祸 还有一种情况 我经常把它叫做是什么 天灾 天灾人祸的处理原则 是略有区别的 我们往下看 第一个 属于收发几粮差错 是不是人为的原因 对 管理不善 是不是人为的原因 对 这种人为的原因造成存货的 短缺回损 我们账务处理的时候 带原材料 苦存商品 借贷处理 财产随益 这是批准钱 只不过 细节上有一点区别 你有没有发现管理不善 这多了一个会计科目 没错 多了一个什么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转出 这是啥意思 是这个意思 在你买进来原材料的时候 比如说借原材料 100万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13 带银行存款113 您记得不记得 这儿体现了进向税额 叫抵扣 你当月交的增值税 是销向税额减去13之后 你交的增值税 我让你抵扣 进向税额的一个前提是 你后边会产生销向税额 而现在 你因为人为的管理不善 造成你的原材料 已经被偷被盗了 已经没了 后边还可能再去卖吗 不会 那就不可能产生销向 不可能产生销向 国家的规定是 你曾经给我抵扣的进向税额 给我反向 转出 所以这儿就有个 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进向税额转出13 将来它形成的结果是什么 比如说你这个月 有进向税额转出 那么将来你算进向税额时 用你本月真正的进向税额 扣掉这13 才是你本月的进向税额 你看 不就相当于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你前边有一个13万的进向税额 后边我让你从进向税额里边 摘出13万 我让你没有抵扣 最终的结果 这13万抵扣了吗 没有 这就叫进向税额转出 要形成进向税额转出 有个条件 第一 你前边抵扣了进向 第二 由于人为的原因 导致你后边不可能产生肖像的时候 你就给我做进向税额转出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你可能三月份抵扣了进向税额 但是你七月份做了进向税额转出 没关系 从你这个纳税人的主体来说 是不是这13万 甭管发生的哪个月 你最终都没有抵扣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管理不善 我对你是一种惩罚 你既然因为你人为的过错原因 造成你不会再产生肖像 我让你进向税额转出 它有什么区别 我把这块内容擦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比如说 我的原材料毁损了100万 那我贷方 在我管理不善造成的盘规或毁损的时候 贷方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转出13 借方 贷处理财产损益后补队员 就是113 这叫批准前 我知道盘点的结果少了 贷存货 借方补后补队员 批准后的分路 那我就会贷处理财产损益113 那借方该写什么 老规矩 首先如果我有残料价值 我可能就会借原材料 比如说原材料10万 另外管理不善造成的站在我企业 我也不可能吃的哑巴亏吧 我让保管人员给我赔 我让过失人给我赔 赔多少 赔30万 应收而未收这30万 站在我这体现为其他应收款 那有人说收到这赔偿款 那这不就是银行存款吗 好 剩下的 我一共损失113 扣掉我收到的残料价值10万 比如说我卖废品的钱 我是不是损失103 再扣掉30万赔我的钱 是不是我等于损失了73 没错 这73 是我们所说的净损失 这个净损失 这不是人货吗 人为造成的 当然寄管理费 73 这是管理不善造成的 好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是计量收发差错造成 你前面还是借原材料100 借建项水额13 但银行总管113 但是我打开仓库一看 我这批存货少了 比如说还是少了100万 那我就是贷原材料100万 我依然批准钱是借贷处理财产损一百 把这个贷处理财产损一反向截转 这是不是应该是100了 对 有没有发现 这俩中间正好差13万 对 往下说 既然是计量收发差错造成的 比如说 我还收到残料 假如说还是10万 我为了罚这种赔偿 我可能还罚过身30万 假如说一模一样的数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100减10减30 60是我们所说的净损失 依然计管理费用 是不是计量收发差错 跟管理不善造成的结果 中间就差一个13万 对 管理不善是需要做计量转出的 最终体现在管理费用里边 而计量收发差错 是不用做计量转出的 为什么 很简单 这是真的没有了 背头背道了 它真的不会产生肖像 而这个计量收发差错造成的 虽然也是人祸 比如说 我这次该发出去 我一共有一百万的原材料 我这次该发出去10万 你错误的发出去100万 你全发出去了 那我这存货少了吗 少了 是不是都用了 是 只不过我在收发的时候 某一批次计量有问题 我是不是把存货都用了 它就等于一定会产生肖像水额 对呀 那我会产生肖像水额 你前边的镜像水额 当然就不用做镜像水额转出了 其实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如果是计量收发差错造成的 通常没有什么材料价值 没有什么过深的赔款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让你看一下 记住管理费用的金额 都是净损失 管理不善 里边含着金额水额转出 而计量收发差错 不含金额水额转出 要记住 第二个 天灾 是人为的吗 不是 我的东西在仓库好好的 咔嚓一个大雷 呼一股火 把我的存货烧没了 这是我自愿的吗 不是 这种属于自然灾害等非常原因造成的存货回损 我们要先扣除 储置收入 比如说残料价值 再扣除可以收到的保险赔款和个身的赔偿 我依然是把净损失 记住哪 人货造成的 记住管理费用 天灾造成的 我们记住营业外支出 因为在我们眼里认为 它是一种什么损失 比如说 我真的咔嚓一个大雷 烧毁我一百万的存货 批准钱就是带原材料一百万 借方带处理财产损一百万 用不用做尽向水额转出 不用 为啥 只有你管理不善造成的 导致你后边不会产生肖像水额 我为了惩罚你才做尽向水额转出 计量收发差错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灰损 不用做结项转出 因为这不是我的过失造成的 有错 才惩罚你 这儿就是一百 批准钱 那批准后 带带处理财产水一百 比如说你收到残料价值十万 过失人应该赔你二十万 你依然是把净损失七十万 记住营业外支出 不用做尽向水额转出 别错了 就可以 这块内容 其实我就给大家已经讲完了 牢牢的记住结果 管理不善造成的 要做尽向水额转出 最后体现在净损失管理费用里面 计量收发差错造成的 不用做尽向水额转出 自然灾害造成的 也不用做尽向水额转出 但是他们相同之处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货 都是把净损失 即当其损益 管理费用是损益类科目 营业外支出也是损益类科目 别错了 就可以了 那么说到这儿 我必须给大家补充一个内容 我前边一直在说账面价值 啥叫账面价值 实际跟他对应的一个金额 叫账面余额 我们先看一下他给出的定义 是指某科目的账面实际余额 不扣除背底项目 比如说 你最初所说的存货的成本 价税费算完了一百万 这一百万 其实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账面余额 我啥都没扣 什么叫账面价值 就是账面余额减去背底项目 所谓的背底项目就是资产类的叛徒 对存货而言 他的叛徒只有一个存货跌价准备 比如说是三十万 减完三十之后 我算出来的金额是七十万 这七十万就叫账面价值 是不是我前面提示过你 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金额就是账面价值的金额 对不对 对 就这意思 那是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是只减存货跌价准备 不对 我先说一下 比如说像存货呀 长期股权投资呀 投资性房地产等等 没有减减值准备之前叫账面余额 减完了减值准备之后的叫账面价值 其实在前面讲谨慎性的时 我还讲过一个例子 应收账款最初形成是一百万 这一百万我们把它称之为是账面余额 如果我认为有二十万收不回来了 这二十万体现为坏账准备 这叫背底项目 扣完它的八十万 我们就称之为是账面 但是有两个特殊 一个是固定资产常见的 一个是无形资产 他们有两个特殊的背底项目 一个叫累计折旧 一个叫累计贪销 除了简直它还额外有累计折旧 累计贪销这些背底项目 其实还有特殊的投资性房地产 成本模式计量的 我在这不过多去说 那么将来 比如说 我买一项固定资产 我外购的 那外购的是不是 你最初最初的金额成本 是不是应该是价税费 没问题吧 管它先怎么算 总该知道是价税费是一百万 这一百万叫成本也好 叫最初的原值也好 这都是一个别称 我们真正会计的专业术语 应该把它叫做账面余额 往下说 因为我有固定资产 我相应的就要既提累计折旧 比如说二十万 它是资产来的叛徒 还有我可能就会既提固定资产的 减值准备 比如说是十万 对吧 对 那你能告诉我固定资产的账面 价值到底该怎么算 是用最初最初的原值换个词 账面余额 减去所有的背底项目 既要减去累计折旧 也要减去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 对不对 对 这个账面余额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值吗 原值是一百 减累计折旧二十 减去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十 我得到的金额是多少 一百减二十到八十 减十得多少 得七十 这七十就是传说中的账面价值 用账面约扣掉所有的背底项目 累计折旧是背底项目 减值准备是背底项目 但是它中间还有一个称 假如说 我不考虑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我只是用原值减累计折旧 一百减二十 那我在这算出一个八十 这八十有一个别称 因为是只扣了折旧 我们把它叫做账面价值 或者把它叫做账面净值 我们下一章学固定资产 你很快就能看见账面净值 是只减折旧的金额 叫折余价值 既提折旧之后的价值 或者叫账面净值 而再减去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得到的就叫账面价值 能区分就可以了 这是固定资产 而对于无形资产来说 它不是有累计弹销吗 一样 也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无形资产最初取得的成本 换个数行吗 比如说是二百万 购的无形资产 加税费 行上二百万 这二百万有个专业名词 是不是可以把它叫做账面 然后我告诉你 累计贪销 比如说七十万 我再告诉你无形资产 我既提了减值准备 比如说九十 往下说 我如果让您算它的账面价值 是不是就等于成本 换个词 账面余额 减去累计贪销 减去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 对呀 账面余额是二百 累计贪销是七十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是九十 二百减七十得一百三 一百三减九十得多少 四十这四十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账面价值 对 如果仅仅是用它最初的成本间累计贪销 它也有一个名称 我们把它称之为贪于价值 就是只进行贪销之后的价值 再减去减值准备 才能得账面价值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什么账面净值 折余价值 贪余价值重要吗 不重要 我们真正要记住的 就是用最初的账面余额 减去所有的背底项目 得到的叫账面价值 没了 有人说老师不对 你这貌似一直在说资产的账面价值 资产的账面余额 那负债呢 比如说应付账款一百万 应付账款一百万 那它到底是账面余额 还是账面价值 您糊涂了 应付账款 根本就不会提什么折旧 贪销减值准备 这一百万 我是不是既可以说它是账面余额 也可以直接一步到位 说它是账面价值 没错 只有资产的账面余额和账面价值 才可能有所不同 我就说到这儿 到这儿为止 就意味着我们第二章存货的所有内容 就给大家讲完了 因为第一章已经有了先例 第二章 我们都知道 本章小节 鸡汤 结束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存货的定义 存货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出售 可能吃有已被出售的苦存商品产生品 或者将在生产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将被耗用的材料物资 那就是一个现在出售 一个是将来出售 当然存货 我们有一些范围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比如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买地的钱加建房的钱属于存货 委托代销商品 委托加工物资属于委托方的存货 发出商品属于卖方的存货 这些大家要都知道 工程物资不是为了出售 不属于存货 而存货的确认条件就是两个 很可能大于50% 小于等于95% 还有金额能可靠计量 存货的初始计量 外购的只有采购成本 进一步加工的包括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 其他成本 哪些计入存货的成本 哪些不计入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在这不出去 发出存货的计量 不就是先进先出法 移动加军平均法 月末依次加军平均法 个别几下房吗 优缺点 看一下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量 我提示几句话 你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拿成本跟可编先净值 PK班的结果 只是什么 应有余额 跟期初的区别 该补 该冲的数 才是您老人家 该几张的数 别错了 就可以了 而冲减 在我们会计上 有个专业术语 叫什么 转回 存货清插盘点的账务处理 如果是盘盈 批准前 借原材料库存商品 代代处理财产随意 批准后 借贷处理财产随意 贷什么 管理费用 这叫充减管理费用 充减管理费用 而如果是盘亏 或者是回损 一定要区分原因 如果是人祸造成的 又区分为两种 一种是计量收发差错造成的 还有一种是我们所说的 管理不善造成的 计量收发差错造成的 没什么特别 管理不善造成的是 要做尽项税额什么 转出 代原材料库存商品 代应交税费 应交增税 尽项税额转出 借贷处理财产随意 这是批准前 等批准后就变成了 代代处理财产随意 如果是残料价值 借原材料 过深的赔款 借其他应收款 剩下的净损时 即管理费用 无论是计量收发差错 还是管理不善 都是计管理费用 而如果是迁灾造成的 第一 不用做借向所有转出 代原材料库存商品 借代处理财产随意 第二步 代代处理财产随意 借方 比如说残料价值原材料 有人赔偿借其他应收款 他的净损时是记住哪 营业外支出 所以将来大家看见 只要看见自然灾害 没有极其特殊的说明 马上想到营业外支出 这是规矩 这就是我们第二章的所有内容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讲完两章了 最后送大家一具鸡汤 看似不起波兰的日复一日 会突然在某一天 让人看到坚持你 他在说什么 量变 终究会引起我们传说中的质变 三十章的内容 我们现在学完两章 我还是希望大家咬牙坚持住 前面的基础章节 尤其对于零基础的学员 或者是非会计专业 非审计专业的学员来说 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咬牙坚持住 慢慢的后边的章节 可能难度会变难 但实际大家掌握的方法 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坚持住没问题 那到这为止 就意味着第二章存货 所有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一讲 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